今天AT开仓的第一只精选港贵有邦1299 回估有邦自上市以来的历年估值 不论是股价兑EV预测PP或PB或PE也发现现价的估值都低过历史的平均水平 如果有邦股价要追回平均估值 有邦今年预测每股账免值将会按年增长5.5%至5.27美元 以1美元兑7.75港元的港元强方兑换保证计算 便会得出有邦合理估值是85.77 如果将上述有邦每股保守的合理值 改以现时1美元对大概接近7.85港元换算 有邦每股的保守合理值便会升到86.85 投资者不妨先以今日的开市价吸纳第一注 如果有邦股价有机会回至72元以下 占有可以加多两倍注码买入第二注 初步目标先看86元 之后看券商平均目标价附近大概是103元 第二只精选港股是港交锁388 港股未见起息成交持续低迷格 拖累今季焦点股之一 港交锁的业绩和股价回落 但市场预期大市成交有机会见底 加上中概股回流潮流可以持续 预料港交锁现在的回调或是一个投资机会 高盛相信港交锁股价最终还要视乎 现货市场流量 估计港股大市成交在今年下半年有望见底 并且在明年可望复苏 2023年日均成交有望按年上升23% 高盛表示在加息带动投资和保证金利息收入之下 预料2023年每月可以多赚35% 所以维持买入的评级 目标价降至407元 但较上星期收市价334.2 有超过两成的上网空间 美股方面可以留意Next Era Energy NEE Next Era Energy是全球最大风电和太阳能发电企业 亦是美国核能发电的龙头之一 市值超过1700亿美元 作为再生能源先锋Next Era Energy 早已了解太阳能、风力 以至水力发电的市场需求容易出现错峰情况 以及解决汽水、气风等情况 过去十多年积极研发 具有成本效益的能源储存方法 目前在多个州份已设有电池储电系统 总容量超过180兆瓦 半绝同业 在用电量低时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 并作出储存 用电出现高峰时可以输出电网使用 Next Era Energy重新未来几年的展望预测 预料2022年经调整每股盈利 介乎2.8-2.9美元 2023-2024年分别是2.98-3.13美元 和3.23-3.43美元 而2025年会介乎3.45-3.7美元 增幅6-8% 回归方面管理层大派定心院预料2024年 每股股息增幅大约10% 美国政府早前宣布 对东南亚国家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暂停征税 致在支持本土太阳能发电项目 有国策支持再结合龙头优势 长期增长能见度高 味方简单 对付丰富 密灵币 各地水净 北海珀 对付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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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付岁